有什麼新計劃啊 慢慢走 爬了幾層歐 所以我根本不用自己爬 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靠北 慢慢爬 爬上來了 爬上來了 OK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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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小 哈哈 呵呵 幹 幹什麼 幹什麼 幹什麼回事 看不到人耶 還兩發啊 太爛了吧 哇 這邊有個假人誒 等下再撿好了 撿一下好了 因為我的突擊步槍快沒彈藥了 我怎麼用這一把 哈囉 你是誰啊 你哪位 應該是難民吧 趴杯兩發都沒中 他超會跑欸 這個難民不錯喔 把他幹掉了 沒有人嗎 他好走喔 他沒有隱藏 他沒有隱藏 等一下 我還在那邊 繼續爬嗎 還是往樓下走 慢慢走 欸 不能走欸幹 我還沒享受完樓下走走看 結果還是不能走 到頂了嗎 等我一下喔 等一下喔 OK 先不要管他 這船好大一個喔 好大一艘 這是屋頂戰阿 射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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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過去 跑過去然後被圍喔 他挺好笑的 幹完了 差一點 我慢而已 幹你 他直接把我打炸彈找到 我臉上 他直接把炸彈找到我臉上 靠北 等我 為什麼要來打我阿 為什麼要來打我阿 幹靠北喔 被...被...被牆卡住 救我 被這牆卡住阿 被塔 等一下 不會染線 然後我想看這附近有什麼東西可以撿 都沒有狗牌 要爬上去了 沒有啊爬不上去 要用射的嗎 真的捏 小屁啊 給兩發啊靠北 超級準 打了一班 一八單一人還死一隻啊 打了一班 怕單一人還死一隻大隻 打了一班 真的假的又來一隻 越頭獸真的有多煩 這門不很開 嘿嘿嘿 是管 我大概懂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什麼 我哪一走啊 我哪一走啊 啊這裡這裡 我這黑道根本看不到啊 哦哦 終於撿到 撿到手炭了 走一大段路都沒撿到 我這充電 其實蠻漂亮的 嘿嘿 好恐怖 好玩了 啊 哇 哈 啊 我們必須到廚房 廚房 我想 從巴德剛剛的研究 我大概猜得到他們想做什麼 我想 各位觀眾也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我猜啦 太藥了 已經滿了 不好意思 卡水錶阿 可毒阿 在哪裡 在那邊 喔這是那個勒 這是武裝 武裝可毒阿 幹 這種打不穿 靠北 完了我剛剛不應該把那個手的彈丟一下 哇哇哇哇哇哇哇 先卸弓 卸一下 武裝可毒呢 在哪裡 死了嗎 死了欸 不是不是武裝可毒阿 你看 你看 還瘦了 這邊有一個 手榴彈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狗牌 冰牌 不知道為什麼 冰牌我都習慣唸狗牌 喔GAS 這是瓦斯阿 不會中毒嗎 還有兩個 喔 要自己 要自己找阿 可不就不能開槍了 還可以開槍阿 別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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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 打你切了你又不能生氣了 欸不要射我阿 你剛剛是想要射我嗎 卡米 喔這邊還有一個 喔他有血了啦 他有血Water跟GAS 我拉的是GAS 我剛剛拉的是 那個是水阿 還有一個 奇怪這個 基本上 瓦斯開了不是不能 不能開槍嗎 我 這是 Lokan 喔幹 他小 救我救我救我阿 全死光了嗎 他是我法 好靠北 我把他自己炸死了 我剛剛不能按到那個 按到石頭彈 彈著火 阿又重來了 呵呵呵 好像上這裡開始 還好 這個是水 阿最後一個在哪裡阿 在這邊嗎 對 你去開那個阿 不管他 阿不是這個嗎 喔對這個 把他按錯了 呵呵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跑了可以跑了 把他打死了 我把他打死了 等一下 哪裡阿 哪裡阿 而且瓦斯這麼多 怎麼還不會爆阿 喔幹 不行不行不行 喔幹幹 靠北 我想要近戰 呵呵 我想要把他直接把他打 直接把他切掉 他也要救我吧 應該要救我吧 應該要救我吧 他也要死了 好 開始了 又要滑了 不要滑了 不要滑了 都手都不遵 你可以 我要打那個 好 結束了結束了 解鎖了耶 派德克 還要結束成就 還要結束成就 喔唷 你也要死 你要知道 什麼事 跟 Sophia 她被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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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 它們的事 我只能殺一隻的一隻 他掉了這些 你要留在朋友裡嗎? 我們再次見一遍 被誰抓走 被受阻 被... 回安政府 完全沒有多虛 裏卻消滅天 謝謝,康尾 很幸運 致電 你這樣沒有了 翻外篇應該到這裏就結束了 沒錯,範圍範圍已經結束了 我直接跳過了 以後餘生範圍範圍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以後餘生,到這裡告一段落 劇情是在三代的 那個 霍夫曼據點 分道揚鑣後 他們 拿到船 怎麼拿到船 跟後餘的一個故事 大概是這樣子 好啦,廢話就不多說了 我來做一點 做一點最後的那個 最後的結論 審判 審判基本上他 錢 錢賺來說是 賺他不是 他應該是屬於外賺還是錢賺 我不知道耶,他應該是屬於外賺類的 不過他的時間軸是在一代之前 不知道幾年 忘記 我 我 那個之前故事的那個 我有看 忘記 反正時間軸是在那個 在之前 一代之前 整個主軸 有 嗯 但沒有什麼高潮疊起 可是 也沒有說太 太冷的地方 他這邊就是 他的劇情就是顯示 顯現出 危安政府 彈用職權嗎 我不曉得 不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不差 我覺得 這個 作品 老實講不差啦 很不差 可是他 審判跟三代的一些操作 操作有一點不一樣 稍微做了改變 這一點 起初是不習慣 然後玩到後面就覺得 還好 已經習慣了 那個操作 後面就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點就是 呃 他的那個 一些額外的 那個任務 額外的任務就是 他們在審判 審判訴說他的他們的那個 證詞 的時候 有一些額外的小任務 就是 他們會 告訴 長官 自己遇到什麼樣子 儘管 儘管那個 上校不買帳啊 呵呵呵 我覺得還不錯 當然沒有什麼 太讓人突兀的劇情 我講就是 我那個就是好像講了太多次了 總之呢 我個人覺得這款 劇本還不錯 雖然說 跟三代的劇情張力 來比的話是有一點 稍微遜 遜色一點 應該不能講稍微啦 不過就是 沒有 沒有像三代的 張張力那麼大 覺得 不過這還是 這款還是 不錯啦 覺得 如果對 巴德 巴德 牽錢的處境有興趣的話 他 之後 原本是 少校 少尉嘛 少尉然後之後又被貶為 二等兵 中間這段歷程 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看我的影片 哈哈哈哈 自己自己 自己行銷自己 或者是你 想要更深刻的體會 更深刻的體會的話 就是來 接觸這款遊戲也可以 然後 裡面 我 裡面有一些 就是 小任務 就是我 剛剛講的一些 劇情上的一些 額外索時跟任務 我有一些 我有一些沒玩到 可是 呃 因為 因為 時間 因為我不想 欸不是不是 就是時間 可是我怕 一直不成功死太多事 所以 不想拖延劇情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 自己去玩玩看 有些 真的太難了 像有一個 呃 也不是說 有一個時間限制 我覺得太難了 好像是 蘇菲亞 說詞 任的一個時間限制 裡面的那個 狂怒獸太多了 狂怒獸一直在 一直在 在 消磨你的時間 然後那個時間就慢慢慢慢的 消耗 那個我過了好幾次才 才 才成功吧 除了時間 時間那個 呃除了時間 限制的那個任務之外 我覺得其他都還好 要不然就是 呃 限制你使用的武器 他會跟你說 除境 剩下什麼樣武器 跟 或者是 所剩無極的彈藥 來過 這一個階段的那個 段落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只是 有的真的太難了 真的是很頭痛 這是真的 戰爭機器 審判 全部 全部喔 全部 在此 告一段落 謝謝 好 我是老爹 希望你們能夠 享受 劇情 享受 影片裡的劇情 忍受我 如此 如此 差勁的技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可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